9月15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冠林鄭月娥會見傳媒時 回應12名港人因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被內地扣查案件 她表示 這一案件屬內地司法管轄 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據內地法律處理非常恰當 廣東涉海警局日前在內地海域查獲一艘涉嫌非法跨境快艇 拘捕12名涉嫌非法跨境人員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13日通報 這12人因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 被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這件事件的本質是有12位香港居民 是涉嫌非法入境內地 是犯了內地的偷越國境或者偷越邊境罪 所以是被內地的執法機構拘留的 所以顯而易見這個案件是屬於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 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法 也都是依內地法 當然來處理是非常恰當 林鄭月娥指出 這12名港人之中 有1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另有1人涉嫌製造或藏有爆炸品被警方通緝 其餘10人涉嫌製造和管有爆炸品、 縱火、暴力事件等一系列嚴重的刑事罪行 所謂港緊的12名人士 都是在應該後查或者後審的期間 潛逃離開了香港 現在全部都應該是被警方通緝著 所以離港出走的原因看來就是逃避這個法律的責任 我為什麼要說事件的本質呢 就因為是要以政視聽 因為有一些本地或者外國的人士 都嘗試去轉移視線 就形容是一些民主的人士受到鎮壓 諸如此類 林鄭月娥希望社會以政視聽認清案件本質 她強調 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地跟進這一案件 留意事態發展 根據需要透過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和諸越辦提供協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